剛剛經過投票之後大家決定就是要用這個氣象資料的截取 那WebDuno本身呢 他其實有所謂的外掛功能 外掛功能 有人幫他寫 那麼官方也有推出 這個其實就是官方的其中一個 所以如果標準的方式 你到他網路上你可以買一個是一百塊 那因為我有寫書 所以我就是有這個資料 各位找到了我們那個自有積木的網址之後 請你在左下角 剛剛有沒有找到一個齒輪 對就是在這邊 因為WebDuno的這個自有積木的話 你假設是別人寫好的 他共享在網路上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把它匯進來 點一下他 點到了之後我們剛剛所用的是 就是左手邊第一個功能 叫做匯入與匯出 但是現在要用的是第二個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自有積木 就是這裡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 第二個 點完了 請你把你的網址就貼在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然後按右手邊的匯入 這樣就解決了 如果有匯入成功 他會告訴你說已經匯入成功 然後下面會有一個那個 如果你匯入成功之後 你就可以按XX 那我們這個功能會放在哪裡 目前他官方來講 或者是一般別人幫他寫的 大多數都放在進階功能這裡 你們點一下這個進階功能 你會發現你們多了一個叫V的 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們以前 就是昨天之前 你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就可以在這邊找到 這樣了解呢 所以你下次如果其他專案用 一樣就是從這邊匯進去就好了 你那個專案就會多了這個功能 這些積木跑出來 那我要怎麼樣去取得 就是在這邊 剛剛我用這個去取得對不對 這個是真的是偵測我們現場的 那我再增加一個好的 再增加一個遙控器的按鈕 我再增加一個遙控器按鈕來用 假設我用在1 我按下去之後我想要取得 就是在氣象局上的資料 那麼你看 點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取得氣象空氣品質的這些資料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把這個積木拉出來 我就丟在裡面 其實通常 因為他做這件事情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有些時候我會偷懶 就是 只要你層次執行 我就直接 有沒有 這裡我刪掉一下 我就丟在這裡 也就是你層次執行 我就先抓了 等到你按下去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快顯示 資料出來 所以如果你 不希望等太久的話 其實你可以偷偷的 就先放在比較上面這裡 先把它取得 取得完了 我們再怎麼樣 再拿來外面用也可以 這樣OK嗎 可以了 好 那你在取得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取得好多種資料 因為氣象局現在的 因為技術越來越多 就是他的偵測的方法 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能夠看到的很多 那如果你要空氣品質也好 即時觀測也可以 或是什麼氣象預報啊 這個氣象預報是未來六小時的 未來六小時的 那個天氣狀況 那如果我先用即時觀測這個 點下去 好 我們呢 在這個地方 因為已經取得了 我們可以 如果你跟我這個方法一樣的話 我們需要把它取得的資料 變成一個變數 再帶到我們的 這個顯示裡面來 OK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找到這裡 這都在同一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有好幾個 但是我現在想要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所以我來這邊 把它設成一個變數 來 你到左上角第一個 左上角第一個 設定變數有沒有 拉一個起來 好 那麼變數要叫什麼名稱 你可以自己決定 它預設是有個叫變數 可是你可以來這邊按一個新變數 你就可以自己命名 一般我們變數通常都用英文開頭 不會用中文 也不會用數字開頭 因為這樣比較危險 可能會跟數字混在一起 所以我點下去 假設 有沒有跳一個這個出來 假設我叫一個x x好了可以嗎 x 好 確定 這是它取得這個即時觀測的資料 那我的x呢 就是把它取得的資料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你後面這裡就可以自己來決定 如果你選擇的是空氣品質 你就找空氣品質 如果你選擇跟我一樣是即時觀測 你就找這個積木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 這裡 要對應到下面這個不同的積木 那我找的是這個 那我就把這個丟出來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我要看的是南投的 我就找南投的 中部南投 有沒有 南投 可以有即時的天氣描述 也可以是只有取得溫度、濕度、風力跟天氣的狀況 那你了解 那我就先用短一點的溫度可以嗎 因為這個即時天氣描述比較長 好說 我先用這個按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我現在 因為 我把我現在取得的資料 是不是設為這個變數 所以我們在按下按鈕1的時候 可不可以把這個變數顯示出來 顯示在遙控器螢幕上 你們以前 國小不是都學過 一元一四方程式嗎 來 我們那個同學 應該是四年級的時候 五年級有學過一元一四方程式對不對 他六年級的啊 六年級也有學過啊 那是一元一四方程式啊 有聽過 有 有 上課老師有教 X等於多少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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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蛤 第二項 未知數 你們現在用未知數 抱歉 國中的時候 一年級也有 國中一年級也有 好 反正就叫做 未知數 所以我現在在遙控器的螢幕 就要怎麼樣 是要把那個顯示出來 遙控器的螢幕 要顯示什麼 是不是那個 X未知數 因為我已經把它帶到裡面去了嘛 所以 就找到 變數變數 有沒有 你有設定過是不是就有一個相對應的 變數名稱在這裡 拉拉拉拉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再看一下 這樣 第一個 看你要取得什麼資料 設定一個變數 後面的積目 就是跟他相對應 好 跟這個相對應的 你在挑你的地點 這樣他會把這個 帶到這個變數裡面來 那我們再用遙控器把它顯示出來 那如果 因為他取得這個積目 其實要一點時間 所以通常 有些時候我會 在這邊我就加入一個等待 也就是我讓他有一點時間去做載度的動作 把資料抓下來 你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如果你執行的時候 欸 怎麼沒有顯示出那個訊息出來 那可能就是他資料還沒抓到 這樣清楚嗎 OK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有沒有 這樣 再加一個 對不對 你可以先測一下 看看 有沒有 先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我會加一個等待的積目 讓他再取得 這個過程 就是在這邊 我會稍微先等待幾秒鐘 等個5秒啊 10秒 讓他把資料抓到了之後 再怎麼樣 再顯示出來 好 我現在按一下1 有沒有發現 欸不是1 是 欸對1 欸我的好像還沒有顯示出來 有沒有是空的 你們的抓得到嗎 看看 有的可能也許有抓到了 有的也許還沒有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萬一真的不行的 你就是 試著加上等待的時間 那他這樣會有一個 比較充裕的時間 去把那個資料抓出來 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中午時間了 先吃飯 好不好 下午我們就15分開始喔 好早一點過來 好早一點過來 OK